法律10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的说明谈到了所谓的小额法庭 那么这位听众就想要请法官来谈一下 所谓的小额法庭是因为彼此诉讼所牵扯到的金额有一定的限制吗 那么这个限制有一定的要求不能够少于多少或者不能够高于多少 然后这种小额法庭的话通常最就是哪些案件哪些情形下边 那么是进入到法官也会建议就是使用小额法庭 进入小额法庭里面来解决这个双方的纷争 所以我想第一个一开始就麻烦法官先再一次的为这个问题做个分析吧 好的 这个通常讲小额法庭当然就是说表示说 你这个如果说要发 lawsuit的时候 这个damage就是说你不管是人家追缴你 或者你要告人家这个金额是小额的 那什么叫做小额呢 就是说不能多于两万块 只要不要多不能多于两万块的这个damage的话 你就可以在小额法庭去 等于说去发这个lawsuit 那么所谓 所以这就是这就是限制 那它的这个唯一的好处呢 是应该是比较快速的 因为这个这个小额法庭呢 都是在我们的justice of peace的这个法庭里面进行的 那么justice of peace大家也都前面也知道 就是说在这个法庭里面不一定要有律师 那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法庭呢 你如果要出庭的话 你都是要几乎都是要有律师的 很少的机会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代表自己 当然不是说不行 可是只要正式的进入这个trial的时候 通常都是需要律师的 因为其他的这个court都是我们叫court的record 就是所以呢 比较在小额法庭呢 它的设计呢 就是说如果你请律师当然好 不请律师也可以 所以呢就是很多 我知道我们自己的华人同胞 对请律师这一块 有时候不是很 不知道怎么样去进行的时候 如果有这种小额的时候 要自己去告 或者是你会被告的话 就是在这里进行 OK 那么刚才法官讲的这个2万块 不超过2万块 就是彼此诉讼的金额 我们牵扯到的金额不超过2万块 但是如果说现在变成我觉得 我不过只欠你1万8或者1万5 你偏偏认为我欠你是double 甚至是triple 那我说我们去小额法庭 我们来settle这一个这个争执 这个law数 但是呢你不认回 你觉得这个不止 何止1万5 你最起码欠我4万5了 那这种 没有错 没有错 这种情况有发生的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这个 比方说胡子生跟我中间有争执 就我们打个地方嘛 比方说我 我看看啊 怎么讲 就是说如果说我觉得你欠我钱 比方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契约合同 那然后我说胡子生你欠我钱 胡子生说 没有你你才欠我的钱 而且你欠我更多钱 然后呢 比方说我说 我说就像刚刚胡子生用的这个例子 最好了 我说你欠我1万8 你胡子生说 不对 你这个合同上 你这个违约 你实在欠我4万块 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就叫counter suit 对不对 对 也就是说你可以 你也可以反告我 是 也可以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这个 那个倒数解释 一起解决 那么 可是你反 因为你反告我的这个金额 超过了这个2万块的时候 这个就没有办法在这小额的法庭里面进行 这个时候呢 所以呢 你可能要在就是其他的这个法庭里面来反告我 那你告我的时候 你就在那个法庭告我 那我在这个小额法庭告你 对不对 最后的时候 因为大家又会谈论 那也许我把这个 我把这我这边在小额法庭的这个 这个案件呢 我就取消 我就撤销 然后我到那个 你告我的那个法庭里面 我去反告你 哇 好麻烦哦 如果有律师的时候 通常会这样做的 因为你 你这样划不来嘛 嗯 不管对你的客户或者是对律师来讲都划不来 你等于要同样的事情要 讲两次嘛 嗯哼 所以 所以通常是像 就是说律师会 达成个共识 就是说 我 我们就 我把我的案子这边撤销 然后我就去那边的案子 因为一定要这样做 要不然的话 即使 即使到时候你告赢了 你也拿不到这个四万块钱 因为你 你这个本身的金额就超过这个 这个 这个法庭可以 可以给你裁决 裁决的数目了 嗯 OK 所以朋友们这样子 我想我们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啊 大概也会是我们其他听众朋友会想 会想到的 那么今天第一个呢 先谢谢法官啊 这样子的分析 那么小额法庭的话 这个两万元以下的 争执到小额法庭去解决 但是 现在我们这样子啊 你看病都有个挂号费吧 你看医师 看什么 都是事先都还有一个挂号费 呃 才开始里边的服务 小额法庭有没有一个 我们 我们这位听众讲的说 叫做 呃 挂号费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不管你去哪一个法庭 呃 去 你你告人或者是被 被告通常应该不用 你告人的时候都应该会收一个 手续费啦 嗯 那手续费的话 在小额法庭 嗯 嗯 在我印象中好像是 嗯 少于一百块钱的 正是 到底是呃 就是说到底是 到底正 exactly 多少的话 这我不太清楚 可是是差不多少于一百块钱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OK 然后你 你你你如果发捞诉的以后 你还要去 呃 让你的通知你的被告嘛 嗯 我们叫 serve 要就是这个process serving 这个这个这一部分也要花点钱 啊 那个也要花钱 对对对 通常叫custable custable去serve 嗯 然后你也是要花这个钱的 service charge 然后 OK 所以这个还是都还是就是反正要进入法庭要展开诉讼的话 只要展开这一步就要开始花钱 后面是怎么样子 胜负还不管以前大伙都先放 先要先缴交一下入门槛的挂号费 是是是是是是是 因为你的loss如果没有serve你的被告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嗯 OK 好 所以就是在今天我们一开始 对于法院啊 法庭这个诉讼 诉讼的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这个问题 我们请法官先来分析 好 下边的话 我们有听众在特别提到的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 呃 快要进入明年就是2024年 是美国的大选年了 那么现在不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双方呢 都有党内提名 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一方面的政治活动会出来 我们这位听众 我想也会有听众有问题就是 为什么不晓得法官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合不合适我们来谈一下 呃 前美国总统川普 他可他在他表示他会继续的竞选 那么为什么他在呃 这位听众的问题就是 如果说被判刑 呃 被判定罪被判刑 为什么这样子就是说 是触犯法律的情形下 被法院定罪了以后 美国公民还可以继续去竞选公职 他说如果总统可以这样子做 那是否代表所有其他的公职 都是可以比照 就是我犯法了 或者我已经被法院定罪了 我已经法院判我呃 两年徒刑了 但是呢 我还是可以去竞选 包括了我在当地的议员 或者是其他在当地的公职 是否在美国的这个竞选法 或者宪法里面是这样子安排 这样子的一个设立 我想想看哈 我记得我们做 我们做呃 就是说每个不同的这个公职的时候 他有都在法院里面有规定说 你要有什么样的呃 资格才能够选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资格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选 那如果说他是呃 我我怎么记得他如果说 我怎么记得他如果说 在任内被convict的话 他会被impeach呢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他这个呃 这个是应该是个legal question 就是说如果说他被定 在竞选的时候被定罪 竞选的时候被定罪 他是不是就是他就没有资格来选 呃我要去把这个研究研究 好所以我们就请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 再请呃 法官为大家做这个分析 因为我想这一个因为近来 我们在最近呢 因为快到大选的时候 呃双方阵营或者是说 在政治方面的新闻披露也越来越多 大家看得多听得多 对于这一方面可能疑问也会比较多 所以呃我们把这个这个问题和答案 我们就请法官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 再为听众朋友做个分析 时间我们大概还剩下大概七分多钟的时间 像有一个私人不是私人问题 私人问题那就不好 在在在在节目当中公开讨论了 这不是私人问题 但是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法官因为呃 那我们每一次谈我们在讨论的不同的这个案件的时候啊 很多的时候是和呃 邻居相关的 那么或者是说和你的房东房客啊 啊这个相关的 那么也有有朋友呢会偶尔会提到 哦这个是这个路面有个大坑 或者是说旁边有什么东西挡到了 或者呢因为施工的关系 他的路面呃这个改道 而没有放好他的标志 结果造成了意外造成了损失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听众就会问 他们应该是直接与市府联系 还是呢应该与各地当地的选区的议员联系 由他们来反映 那么呃这些哪一个是对于市民来讲 对于尤其是受到损害的市民来讲 是比较好的一个管道 所以呢所以这个这个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很普通 然后很常见的问题 嗯 可是事实上这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谁的工程 嗯哼 可能这个是比方说我们如果是呃这个 我们是我们是我们说freeway好了 就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的这个工程 有可能是呃州的就州政府的 可是那个钱也可能是联邦的 就是联邦的钱有通过州政府来用的 嗯哼 那也可能说也可能是比方说toro的话 那也可能是这个呃我们county的 郡的呃呃或郡县的 嗯哼 那么如果平常在路上的话 很可能是市政府的也可能是metro的 哦政府啊 所以不管不知道是谁的project 因为那个你所以你如果说要去抱怨的话 通常是要抱怨到直接的这个project 不过我们通常也没有这样的 这么高阶层的connection 所以我想最普通的话 就是给你的市议员 因为你有区的市议员 要不要打电话说 这边施工都没围好 然后我们或怎么样 或者说都没做好或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不是市政府的 这个计划的话 他可能会想办法告诉你 或者他本身是有一个答案的 应该是有个答案的 就是说不过他可能要去做一些研究 看到底是谁的工程 因为工程如果是 不管是路上的工程 有很多可能有很多种单位 然后你如果是因为 做building的时候的工程 那就是有更多的 可能不同的人了 也可能是私人的 OK所以在这样子来看的话 就是 就像刚才法官讲的 这个问题听起来应该 冤有头债有主 非常容易 毛头一指 手指一放 那当然是这个 当然是那个 但事实上 刚才听法官一分析以后 背后错综复杂 没那么容易啊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先找这个区的市议员 你不能去找at large的市议员 因为他管不到 所以你要找你那个区的 因为我们就是district F district G district H district A 你知道这种 这种就是区 分区的那个市议员 他才管到那个区里面 所以你去跟他抱怨的话 他应该会 应该 应该是可以告诉你说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 也许他也没有办法解决 OK 那么像这种情形 要找自己区的市议员 那么第一个 我要先知道 代表我这个区的市议员是谁 然后呢 要怎么样子联系他 然后第三个的话 我想这前两个 大概都比较容易 都比较容易 可以我们靠自己的联系啊 search都可以找得到 第三个问题就是 找到了他以后 跟他联系以后 我平常跟他从来不讲话的 他也不认得我 我现在才知道他的名字 那我跟他谈话的时候 或者我跟他抱怨 提出这一个concern 这个issue的时候 我如何能够 让他更重视 我的这一个问题 让他如果怎么更重视 那就是表示说 你以前有跟他联络过啊 问题是没有的 对问题是没有 所以这就是 表示说 我这就跟我们学习一样 不能临时抱佛脚 这就是 这就是很 这其实是一个很 私人的原因 为什么 要鼓励大家多参与 因为你多参与 不是说为了 有 当然如果说 自私的原因的话 不是说 就是有时候 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管道 来来沟通 那可是基本上呢 私人员是服务 就是所有的名义代表 都是服务民众的嘛 可是他服务的对象 是住在他那个区的人 所以你如果不是住在那个区 你也没选他 这个关系就浅了一些 然后你原来就又没有联络的话 那这关系更浅了 那他等于跟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第一个他没有 他没有义务要 要帮你 对不对 因为你不住在他那个区 对 第二个你跟他从来没联络 突然就来 要我 要我帮这个忙 所以大家可以想到说 这种情况 是不是困难呢 还是容易 就容易来 来想嘛 可是你如果住在那个区的话 情况又不一样 因为住那个区 他是名义代表 他是应该要帮你的 就是说 就是他应该是会要你服务的 服务到底好不好 那就是以后再 就是结果再说嘛 那可是如果说 你住在那个区 因为你也选过他 那情况又不一样 即使你没跟他联络过 他也是有义务要服务你的 OK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今天也就再一次的知道 我们讨论到选举 讨论到投票 为什么每一次 一到投票的时候 我们都在会议 包括了法官 真的是几乎啊 一直在呼吁大家 去投票 去投票 因为你的这一票 非常的重要 投票也关心你在自己生活区 你的这个区里边的议员 代表你发声 代表你发言 代表你来跟 也许跟市府 或者跟其他的公家机关 来处理之间的纷争 或者不满 所以呢希望朋友们不要政治冷改 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冷改 反正你走你的 你做你的 我过我的 彼此不搭嘎 也你也影响不到我 你也别想我 我当然不会想去影响你 希望朋友们能够记得 在这里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投票 在选举的时候 希望你不要忽略你的那一票 很重要 就像法官讲的我们投完票以后 也要常常跟我们选区里边的议员 多多联络感情 人际关系在这一方面 这个relationship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而且大家我们一般人呢 都是对这个比方说总统大选呢 或者是市长的大选呢 就比较注意 比较关心 也比较参与 可是呢 实际上跟你息息相关的呢 就是你的区的市议员 或者你的区的这个州议员 就是其实你那个区 或者你那个区的这个国会议员 因为他们那个区 这个区就是他要替你服务的 你住那个地方 你把他们选出来 他就是他你的名义代表嘛 所以他的义务是替你服务的 或者替你 不是光替你一个人服务了 但是替你住在那 所有的那个区的民众服务的 所以呢 那一层虽然是第一层 可是其实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或什么需求的时候 尤其是地方事务的时候 你不可能直接跟总统打电话吧 你也不可能直接跟市长打电话吧 没他的电话找不到 你打了 他也 你打了 其实有接线生 以前还有接线生 不行 现在也没接线生 没关系 找不到电话 打了也接不到 没用的 所以呢 所以 就是说 你一定要经过 你觉得比较 我们叫local 比较地方性的这个民意代表 有时候反而对你的需求 反而能够更能够帮上一忙 这样子 OK好 所以呢 我们在今天 借这个 今天和华裔法官张文华 张法官 在法律101的讨论当中 带给大家相关的讯息 这些问题的分析 也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投票选举 和你自己选区里边的公职人员 这个票选出来的公职人员 一定要多多联系 多多走 多多的走动走动 联系联系 好 这一次呢 谢谢法官参加今天的节目 带来的讯息 法官 谢谢参加 那么也和法官 和你相约 下一次 对 下个月再见了 OK 好拜拜 好拜拜